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欢迎来到What's Next 科技早知道第八季 和全球创新第一时间同步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这次的科技早知道 那这周又是让大家非常激情澎湃的一周 OpenAI4O的发布 然后又紧接着Google I.O.大会发布了Estra 今天就赶紧拉了几位嘉宾来聊一聊 那首先这么重要的话题 当然少不了我们的主播硅谷徐老师 Hello 也好几个月没来了 我感觉 你好 你好 对 我们那个科早的不少的朋友说 好久没有来了 所以说前几天跟我说 我说好 马上要来跟大家来谈一谈 最新的AI的动向 然后我们这边两位嘉宾其实也来过科技早知道 都是我觉得是最有发言权的两位嘉宾 丁教你介绍一下好了 好嘞 另外一位是之前来过我们节目的 AI创业者这个Job Right的创始人 郑玉典 然后他的team这次也参加了 这次GPT4O的发布会的现场 然后一会儿也重点请他来帮我们聊一聊 还有一位特别重磅的嘉宾就是最近刚刚在香港刮牌上市 然后之前其实也来过我们科技早知道 前身的这个节目叫硅谷早知道 很多我们老听众知道 是出门问问的创始人CEO李志飞 志飞先恭喜一下你吧 恭喜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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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2012年回国创业 在硅谷Google做Google Translate Resource Scientist主要是做算法的 那我回国创业其实就是当时我们公司是第一天就有个使命的 就是要定义下一代的人机交互 当时定这个使命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在移动互联网的这个时代 这个人跟机器的交互方式可能会跟以前很不一样 因为手机屏幕很小 然后有时候都是在室外在用 不像过去坐在家里面坐在电脑前面 那这个时候键盘触摸屏可能比较好 所以当时我的一个很大的重击就是说 我希望能够在移动时代 能够定义一种新的人机交互方式 那这个人机交互方式其实就是 我认为这自然的就是自然语言的人机交互方式 所以这个是我们当时创业的一个背景 然后我其实回国以后前两年就是做了这个语音助手 其实我们是当时中国第一个在微信里边 直接微信公众号就是一个语音搜索引擎 包括Google Glass在中国的那上面的语音助手 还有什么摩托360的智能手表上的这个语音助手 其实我们早期2012年到2015年做了很多尝试 待会后面也可以给大家分享 就是我们当时做语音助手遇到了很多的体验上商业上的坑 但是做到2015年就是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商业模式 做一个创业公司还是得有商业模式 所以我们开始做人机交互设备 当时我们本来说要定义下一代的元机交互 结果我们发现元机交互很快 用户又习惯了以前那种键盘跟触摸屏的方式在手机上 然后所以那我们就说 那我们先定义下一代的元机交互设备 所以就手机以外的设备 我们基本上我觉得语音交互比较重要的 我们都做过 所以其实在这方面AI怎么跟硬件结合 然后我们自己确实是通过很多坑 然后2020年我们又开始做第三个事情 就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种元机交互也好 或者是理解识别类的AI其实很难商业化 商业模式很糟糕 用户体验也不好 所以其实2019年底的年会 我就在公司就提出说 我们要未来重点发展生成式的AI 我们当时做了一个产品叫模音工坊 就是一个给内容创作者做配音的 基本上抖音里面很多电影解说 都是我们的平台上的创作者 用我们的平台工具做出来的 所以这个产品目前来说是非常成功的 中国已经超过一千多万的注册用户 接近一百万的付费用户 营收超过一个亿以上一年 所以这个可能在全球范围内 都是一个非常成功的AIGC的一个产品 就是从技术产品商业化 这个闭环是做的还算可以 因为我们做的比较早 对 所以现在公司其实主要就是两类业务 一个就是这个智能硬件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AIGC的模型以及这个应用 郁典也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郁典 然后我之前背景是AI和数据库相关的博士 然后之后在美国 就是不同量级的公司都待过 包括Twitter啊Newsbreak 主要负责的其实就是推荐系统和机器学习架构 然后最近一年我也是下场创业了 然后创办了一家公司叫JobRite 是在美国用AI帮助求职者显著提高找工作效率 比方我们可以用AI做海量job的匹配 然后有海量求职机会 然后也可以用AI自动帮你改简历 然后自动申请 包括帮你Mock Interview等等 然后我去年其实三月不是在GP4出来的时候 也参加过科技早知道 时隔一年了 然后很高兴又回到了科技早知道 来到你死欧了 对 很高兴跟大家继续聊一聊 最近AI的发展和我过去一年创业 用这种各种模型的一些经验 对 那郁典你就顺便聊一下吧 这次其实你们也是被OpenAI邀请到现场参加这一次发布会的 能不能帮我们讲一下现场的一些感受 好的 就是现场是这样 就OpenAI这次发布会 其实参加的现场观众不是很多 因为他就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那里 其实空间也不是很大 大概也就40多个人参加 然后我们被邀请参加 是因为我们在OpenAI的一个产品 就是GBT Store里 开发了一个就是Resume的一个GBT Store的一个插件 然后这个插件是被OpenAI Feature 是排在前十的 然后有幸被邀请过去了 可以看到这次发布会 其实第一就是说他们的CEO Sam Altman 没有参加没有上台作为发言 然后基本就是在底下 就是说作为听众听了 然后听完之后就立马走了 第二个就是说 其实这个发布会 95%的时间 其实是主要是介绍他这个CEO的模型 这个CEO的模型你拆开看 其实最主要的部分是O 这个O在英文就是Omni 就是简单 OpenAI官方的话说 这是它最先进的多模态的一个旗舰版模型 那什么叫多模态的一个模型呢 那大家知道之前OpenAI的模型 其实主要是以文字图片和音频为主 那这次呢输入的时候 这个Omni多加了一个dimension叫视频 所以就是说它的输入可以变成文字 图片音频和视频 然后输出呢 就是除了视频之外 其他的三个维度都能支持 就是文字图片和音频 这是第一个点 就是说它能输入能支持实时的这个视频 第二点呢 就是说最关键的一点也是 因为它是面向开发者的 就是这个模型 其实不是停留在demo的阶段 它是直接开发 直接release出来给开发者使用了 对 这个跟之前都不太一样 这是第一次 他们直接把开发者的接口 然后同时公布出来 对吧 对 非常不一样 而且公布的一天 因为我们也测试了嘛 现在我们第二天 就直接用在生产的线上了 我们测试结果呢 第一就是说它价钱非常合适 因为大家就知道OpenAI有两个家族 一个是3.5家族 一个是4的家族 那3.5家族呢 以便宜 然后以量大为著称 但是它整个感觉稍微傻瓜一点 那4这个家族呢 是以贵 但是它是以比较有智能的一个体现 那4这个家族呢 其实整体来讲 就是说确实是又贵又慢 给之前给大家的一个体会是 所以我们之前一直在用它的4Turbo模型 那这次4O模型发布出来呢 4O模型立即变成4这个家族 最便宜的模型 它比4Turbo模型 也便宜了一半的价格 所以它每100万的Token的输入 实际上是5美道 然后输出大概是15美道 那这个其实是比4Turbo有一半 更便宜一半 关键它还有两倍的更快的一个latency的提升 当然这个在实际效果中发现 确实会变快了 但是也没有两倍这么快 因为确实刚发布的话 大家用的人会比较多 让OpenAI那边自己会有一些压力 当然它公布的也有个5倍的 更高的一个速率的限制 整体来讲 这款模型对于开发者来说是非常友好的 而且在发布会当天就公布 说明就是说确实是比较有底气 但是呢 就是说缺点确实是 目前公布的API 确实跟之前能支持的维度一样的 所以它只是支持输入是文字和图像 输出只能是文字 所以它在demo里演示的这些音频啊视频啊 目前在API并没有公布 当然OpenAI官方说 in the coming weeks 就是在后面的几周会公布 这样我们也慢慢拭目以待 但是实战起来 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我也看了很多测评 至少比它贵两倍的这个4Turbo模型 在很多指标上确实都有一些提升 至少我们测试的结果也是这样 对 所以我们就立马把它推上线了 对 就有便宜的又快的 为什么不用呢 是 当然我刚才说95%都是介绍这个So 也是希望开发者更多的把它使用到自己的产品里 当然这个如果说是音频和视频真正推出去了以后 我觉得会大规模的加速AI的应用在产品上 因为尤其是多维度你产生了嘛 所以其实可以做更多更有意思的事情 欲点我想问你一下 就是你的产品帮助大家找工作 用了很多的这些Open AI的API 你本来我相信里面既有用4 也有可能有3.5 也有一部分是用3.5的 大概多少是用3.5 多少是4 就比如说绝大多数是用3.5 少数是用4 还是一半一半还是怎么样 其实也是跟产品的自己的呈现给用户的需要有关 包括你能给用户带来多少价值 然后整体来讲 我们现在其实用3.5的量级还是远远超过4的 因为之前我讲4主要是太贵了 因为你现在的版本4欧都比3.5贵个10倍 之前的版本都是25 10倍这样的差距 所以其实很难接受这么大的差距 所以我们之前其实接近95% 其实都是用了3.5 因为我们涉及到 所以说你说这一次用4欧的API 所以说主要还是那5%的 你把它从4变成4欧了 不是说把一部分的3.5的去放到4欧的这么一个情况 是不是 是这样就是几个月前其实有一个拐点 因为Open AI推出了一个4 Turbo模型 至少比4便宜一个好多倍 所以我们在试4 Turbo的时候 已经把一些需要简单推移的场景 迁移到4 Turbo了 然后大概现在线上可能有 大概是70%和30%的一个差别了吧 就30%用的是4这个家族 预计到将来可能我们会迁更多的流量过来 因为确实整体来讲 4欧现在来讲 就是说所具备的能力确实比3.5要高一大截 但是它在这个cost上也不是说特别贵 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说后面预计到 我们很多的开发者都能从这个受益 而且很多的产品也会慢慢用这个API 继承在自己的产品里 我觉得这次也是Open AI自己 Production这个多模态模型的一个 秀肌肉的一个操作吧 就是说一定这个模型不是说量级特别大 因为它把cost控制的还是挺低的 因为这次Open AI其实也就是提前了一天的时间 在Google I.O.大会抢先发布了4.0 看完了这个Project Astra之后 我是觉得如果Open AI晚一天发布的话 可能大家对它的惊叹就不太一样了 它的发布前瞻性或者它的前瞻性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同意我这个观点 这个志飞其实在NLP 然后在人机交互 在虚拟个人助理VPA这个领域 其实已经深耕了有十来年了 我不知道您是怎么看的 对就是我觉得 首先你说的那一点肯定是 就是说因为第一个 尤其是提前一天出来 肯定是给人的冲击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消费者就这样 他是很贪心的 一旦看到了 他就觉得这个东西是大概都能做到了 所以这个也是做消费者产品 很残酷的一个地方 就一旦你比如说你后面做的跟他差不多 或者说是差一点 或者好那么一点点 其实对消费者来说都是无感 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个发布会 第一个就是我觉得人机交互 首先就是这一次的 他们这两家公司发布的这个模型 第一个就是多模态 第一个就是实时 我觉得这两个东西肯定是 人机交互里边非常重要的两个维度 比如说在这之前 比如多么的在这之前 比如说Siri也好 Google Assistant也好 包括国内的各种语言助手 包括我们的语言助手 基本上就是一个语音交互的系统 它不太可能说集成图片什么视频 尤其是更不可能在一个模型里边 但是人的这个交互方式就是一个多模态的 比如说我现在跟你聊天 其实我是在一个环境里边 这个环境我的眼睛是 就是我在跟你聊天的时候 我同时又看到那一盏灯 或者说甚至我们是视频会议的话 我会给你看音箱 你看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多模态的交互过程 所以过去是没有这种真正的多模态的交互的这种助理的 那这次我觉得就说他们两个一下子把这个感觉已经非常好了 但是这个是有很大的一个问题啊 就这点就是我觉得它给消费者的这个期望 其实是给的非常高的 是的 然后都没有用上了 就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因为消费者他不懂技术 他就觉得哇 这个东西你就应该跟原因一样 这个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 其实当时2011年Siri刚出来的时候 那同样的问题 因为它当时包装是一个很懂你有情感的这个语音助手 那这个Google System当时那个时候叫Google Now 它包装的是说我这就是一个冷冰冰的工具 你看这两个产品的定位是很不一样的对吧 那其实在当年那个时候 Google Assistant或者Google Now 我认为是定位更加好的 因为它就告诉你是一个工具 你不要来调戏我 你不要expect我像人一样的聪明 但是Siri导致的很大的问题就是说 一上来就说你看我很聪明 我很幽默 对吧 那导致这些用户你知道 你们可以猜一下 用户进来问都会问什么问题 我们发现很多人他认为他很聪明 最后如果你去听语音助手的前10个问题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他都是问什么呢 诶 你几岁了 你爸爸是谁 你是男的还是女的 我漂亮吗 就是都是这些 就是他把这个 因为其实很多人不知道怎么跟AI用语一定交互 所以他就把这个AI当作为人 或者其实他不知道说啥 对吧 所以这是这个我觉得它这个产品的定位 如果他后面真正普通用户去用的时候 不像他这个演示那么好 那这个其实是一场灾难 而且往往就是这样子 因为比如说我去演示我们的语音助手 从来都不会出错的 但是一旦我把这个手机 给对方这个听的人 说你自己来用用 效果极差 而且我就特别紧张 因为我不知道会问出什么东西 不知道这个AI会做什么样的反馈 对吧 所以我觉得就是第一个这个 无论就是其实这两点都是 这个实时性跟这个多模态 把用户的霸对这个期望提的很高 但是如果后面真正用户使用 尤其是普通的老百姓 普通老百姓不是我们这种科技原始 对吧 对它宽容性很高 也知道它能干什么 不能干什么 普通老百姓是你可以认为是完全不懂的 对吧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 我自己觉得可能我们要观察吧 看是不是真的当一个硅谷以外的 普通老百姓用的时候 是不是也能用 像这个demo里面一样 用的这么好 如果能用的这么好 那我认为 人机交互的革命就来了 人机交互的革命来了 我觉得真的是 如果你说大一点 它会引起下一波的 这整个科技革命 因为你看过去的很多革命 都是因为人机交互设备 或者人机交互的这个方式 变了以后 然后就有新的产品 有新的商业场景 就会有很多新的科技公司出来 所以说你刚才说到的 就是有两点 一个是多模态 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件事情 另外是低延迟 那你在说多模态的时候 从你的角度来讲 这是第一次你看到一个人机交互 是用真正的多模态在做 这个Fall这一次的demo 这是你说的 但同时作为一个 也是这一方面的老兵 从你的个人的经验来讲 你会对他是不是真正能够适合所有的对话 或者说多数老百姓想要讲的对话 你还是持有并不乐观的 并不那么乐观的一个态度 能不能这么理解 对我觉得就是从时间线来说 认为这个三年以后 这个东西多模态 我觉得是会 在多模态本身这个事情上 我觉得是基本上在武汉来是一个 可以解决的问题 也就是说三年以后 我能想象这个普通老百姓 用这个民主手 用这个Fall 他可能也真的是 能用得这么好 而且他就形成一个习惯去用它 但是你去如果说 期望三个月六个月以后 就能够达到这个演示里面 这些人那么自由的交流 我自己觉得是确实 我觉得不太可能的 不管是三个月六个月 就是说 并不是说是非常近的那个未来 这是一个多模态这一点 然后另外一个 你觉得有个比较革命性的 是一个低延迟的 能不能展开讲讲 对 低延迟的话 因为以前大部分系统 就是所谓的这个pipeline pipeline系统 就是管道系统 就是一个步骤 做完了再接下一个步骤 再接下一个步骤 对吧 比如说这个语音注射 最简单的就是 我先有唤醒 就是先要把这个语音注射给唤醒 然后呢 有语音识别 把这个声音转成文字 然后呢 有这个自然语言的理解 有了这个理解 你以前的话 还要去找答案 比如说你找穿载款 那你把理解文 转成一个结构化的这个query 去烧数据库 然后这个之后呢 就是然后呢 你可能把它的那个东西 生成一个文本答案 然后呢 用TTS把它发音发出来 在这个过程中 比如说在这个交互过程中 可能还用到这个对话 对吧 所以它是以前的语音注射 是一个大概七八个步骤的一个过程 首先第一个就是说 它不是端到端的话 它会导致错误的错误 比如前面语音识别错了 后面大概你都会错 所以你想象就是八个步骤 假如说每一个步骤 错误率有5% 哪怕 那端到端的错误率 可能就超过50%了 对吧 所以这是以前的语音注射 为什么这么如此的愚蠢 第二个就是说以前比如说 以前的语音注射 如果你不用大模型 导致语音注射 也可以差不多就实实 像我们的语音注射 但是就是它不是多模态的 而且它的效果不好 就跟他说很蠢 就你现在能做到一个实实的 然后呢 用了大模型的 而且呢 就是不那么蠢 而且是多模态的 我觉得这个是革命性的 就是有这个几个条件 就是不蠢 就比较聪明 然后呢 是端到端的 然后是多模态的 能做到实实的这种交互 我觉得这是非常有的 我其实还想讲一个细节 就是说 大家可能 比如说很多人 因为我看网上分析 也就说 这个语音注射 就三个步骤 就语音识别 然后什么TDS 然后还有个总结查答案 对吧 其实就是忽略了一个 特别重要的细节 就是唤醒 如果你去看它这个演示 演示现在感觉就是说 它没有唤醒这回事 这个东西我到今天我都很困过 它是怎么能做到 因为唤醒的话 尤其是它有三个人在那说话的时候 就跟刚才玉典在说的时候 如果我是另外一个语音助手 那它到底是要停止说话呢 还是接着往下说呢 对吧 就是 其实就是这个东西 其实是很难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怎么在这个 当有三 有两个人再加一个语音助手 然后每个人都会自由说话的时候 这个语音助手什么时候闭嘴 什么时候说话 对吧 然后呢 什么时候知道是你要它说 对吧 以前是靠唤醒这种方式 比如说这个Siri 每次会叫它说一下这个Siri 对吧 但现在这个东西你看它是 在演示里面没有的 如果这个东西真正能做到 我觉得那是非常牛的 但实际中我觉得 尤其是它把这个霸提得那么高 可能很多用户用的时候 四五个人 各说各的 有的时候还在表扬这个语音助手 对吧 就跟我们平时聊天一样 可能这个语音助手的体验 就会差很多很多 嗯 它demo里是说自动可以 然后如果你开始讲话 它会自动停止 但是我现在早上用它新的那个4O的时候 它还是需要你去type一下这个屏幕 它才会停下来 如果是这种体验 那就很半调子 就是我一直认为就是说语音交互一定是 你要做就能做到端到端 你不要说我做一下 我要点一下 我要这个人的这个就相当于contact switch 交互方式也有contact switch 就你前面是说话 你现在又要我敲字 接下来又要我打字 我的大脑的这个负载就比较高 对吧 你说话最好就是 你现在就是让我简单的说就行了 对 其实我们刚才 我们刚才四个人其实同时在说话 当然我一开始是在把自己放在mute上面 静音上面的时候就三个人说话 但是就像刚才这种情况 即使三个人到底是 语音助手什么时候开始唤醒 确实是很难 因为我在想做人类 刚才丁教你跟我都在想 是我让你一点 你让我一点 要根据上下文有各种各样的 你要有各种各样的一个judgment在里面 对吧 让我想到了这个自动驾驶 到底是我让行人呢 还是follow这个travel line 还是怎么样 对 我也想echo一下 刚才志飞说的几个点了 第一个就是说我其实挺同意 就是说一个demo产品 跟你真正能用在产品上 是完全不一样的 如果你分各种不同的阶段的话 刚开始的话 你可能能给个demo 其实大部分是给观众 或者投资人看的 然后呢 你可能有一些design partner 比方说能合作一些公司 能在这些公司 小部分人群里适用你的产品 那第三部分呢 再深入点 你可能能把API公布出去 会有更多的人拿这个API做事情 那第四部分就是说你这个API 到底cost有多大 然后以及能解决的能力有多大 对吧 那其实目前看起来 那OpenAI呢 这次发布会议 其实它是改把API发布出来 那虽然是一个稍微阉割点的API 但是至少能做到 some more的第三步了 但从Google来说呢 其实Google大部分 还停留在第一步 或者第二步 因为其实目前来说 API至少还没有出来 对大部分也是一个demo 或者说很小一部分人才能使用的一个程度 对 第二层面我也想 I call一下 就是对于这个实时性 因为OpenAI这次4O的时候 它专门发布了一个页面 叫贡献者 一个页面contributor 其实你可以看到 它里面大部分 其实是分为了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 大部分人集中在一个基础模型上 就是原类的基础模型 第二部分人群 其实是多么太转 那里头大部分人可能集中在三个部分 一个是audio 就是说语音 一个是微妆 视觉 那第三部分就是realtimeAV 就是实时的这种AV的一个反馈 这部分其实是蛮重要的 也放了不少人 那第三个大部分就是平台和safety这块 对主要是这三大块 然后刚才丁教您说的这个 可能语音的时候需要停顿 我觉得您可能是用的那个OpenAI的那个check版本 可能用的APP上 对对 那那个APP上我觉得它那个check版本应该 voice版本应该还不是CEO的voice版本 可能是之前 不是不是 它显得是CEO但其实还是4 对 是的 因为是之前跟3.5和4一样 也是支持一种比较傻瓜的一种语音的对话 可能需要你自己按停止才可以 对 我不知道那个刚刚其实好像没有聊到 Astra如果在跟CEO对比 我不知道大家其实有没有看到 从Demo上面会不会Astra 因为是DeepMine 它来负责这一部分的这个Demo 我不知道大家觉得 Astra会不会比4.0更胜一筹呢 我觉得你稍微给观众讲一讲 那个Astra这个背景就是Google release 稍微讲一讲好吗 对 然后这一次Google在这个大会上面 是由他们的一个算是子公司吧 子部门 然后叫做DeepMine 他们来发布的整个这一次叫做ProjectAstra的 这样的一个跟CEO能够同台竞争的 这样的一个新的多模态的模型 这个Demo他们是这样子 它是有一个工作人员拿着手机 然后在一个办公室里面走来走去 我觉得特别令我惊讶的 不仅仅是他能够随时是通过手机的摄像头 然后能够实时的跟Demo的工作人员来实时的交互 然后说我看到一个屏幕上面有很多的代码 然后他就会说你正在开发什么什么样的东西 然后更具体的来告诉工作人员说这是在干嘛 包括其实把这个手机的屏幕 然后转到这个窗外 然后说你现在是在这个英国的某某区域 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让我觉得非常的creepy 就一下子就知道你在哪里了 然后反过来Demo的这个人员又在说 那我眼镜放在哪里能不能告诉我一下 这个System然后就突然就说 你刚刚是把眼镜落在了那个桌子上的这个苹果的旁边 我觉得特别让人觉得这个未来以来 然后特别的有点有点可怕的感觉吧 是这样子的一个项目 对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这样子一个Demo 其实是比4.0会更胜一筹 会不会他的这个 其实他因为我觉得Google他自己本身 他的强大的地方是他有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数据 包括像location 然后包括像这个他们所有的这个search 大家这个互动的这样的一些这个Data在里面 不知道大家这块怎么看 因为我觉得第一还是刚才说的 就Google的话就其实就是一个Demo 因为这个Demo你可以录好多好多遍 然后毕竟是包括之前Google公布的一些Demo 很多也是承认了后面做了一些后期的一些调整嘛等等 然后我觉得这个Demo可能比起 因为OpenAI特别会选日子 就是在Google公布Demo的前一天release的这个CEO 而且他其实不光是录了好几段Demo 然后以及他现场还真正演示了自己 现场有人员专门去演示了他这个Demo 那从这两方面的对比来看 那确实是大家看了OpenAI这个再看一下Google那个 确实对于Google那个没有太多的震惊程度 可能唯一震惊的一个小feature 就是说最后您讲的那段 可能他是不是能记录我以前的画面 然后后面比方说我问我眼睛在哪 他能够把以前的画面 somewhat用一个memory 还是用一种召回的方式 能去很好的去定位 我觉得这是可能比较让人激动人心的部分吧 那对于这个location那个来说 我觉得可能实时获取一个GPS 然后结合线下的一些context 可能就说难度也不是特别大 我觉得可能就是说memory这部分 而且能够去实时处理 这部分如果说这个Demo 真正是可以被大家用的话 那这部分我觉得可能是比OpenAI高级的地方 但是OpenAI对于我觉得对于Demo量产 就是对于它的Demo真正能benefit更多人 以及使用上我觉得还是会比Google去领先一个级别的 因为它至少把API感放出来 对我觉得就是从这个技术能力 从这个目前表现的这个产品形态 说白了就半斤八两 在这个长期的竞争里边两三个月 根本就不是时间对吧 就是很短的一个时间 可能更多从一个长期的这个竞争角度去看他们这两家做这个产品 会有些什么优缺点吧 其实我觉得你看这个语音助手 它有几大类类的应用 一个是闲聊 就陪你聊天 其实它聊天是可以漫无目的的 只要它表现得像一个人就行了 还有另外一类是 以前我们做语音助手会这么闲聊 然后第二个是命令 比如说帮我打电话给谁知谁 帮我放一首什么歌 对吧 这也是语音助手最常见的 然后第三大类才是这些信息或者是知识类的问题 就是我觉得就是说从这个三个角度来说 我觉得闲聊呢 那OpenAI它肯定也可以做的很好 我觉得它Google跟它不会有拉开什么距离 对吧 因为而且Google可能甚至某种人说 就是不太会聊天 它做的产品就是 对吧 就不太会聊天 对 但是命令类 尤其是在手机这种平台内 因为它是需要获得系统的权限的 因为我们以前做语音助手 如果只是做一个APP 跟我这个语音助手就是像CV一样 跟系统跟操作系统跟硬件深度整合的 这个体验是非常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如果这个APP 我很多权限我都没有 比如说访问本地的照片 访问本地的什么通讯录 因为你能访问通讯录 你可能那个拨号的时候就可以做得更好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能看到Google 它作为一个如果未来这个语音助手 就是可能在命令内 命令内它会更有一些优势 但是命令跟闲聊 其实这个事情都没有太大的 对用户来说价值不一定很大 因为你比如说放个歌 我还不如打开一个APP 放一下就行了 其实语音交互也不见得一定就有用 那第三大类这种信息或者知识类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觉得 我特别想理解未来到底会怎么样 尤其是信息跟知识类它是基于context的 它是有上下文的 对吧 所以什么意思就是说 假如说像Google这样的公司 它是能够给这个语音助手提供更多的上下文 因为它是一个它有照片的应用 它有安卓 它有搜索的应用 它有YouTube 它有各种各样的应用 对吧 而且这些用户都是很多亿用户的 那这些呢都是成为这个语音模型的context 比如说你最简单的理解就是放在那个 Vitrival base那个RAG里面 那可能就是说它能回答的问题 它不是一个只是一个知识库 就是所有人都一样的 它就可以做得更加个性化 对吧 因为Google整个生态系统里面 有我基本上所有的行为 所有的数据 对吧 它可以跨APP去调数据 然后去回答你一个问题 对吧 我觉得这个其实作为一个语音助手 其实它最核心的最好就是要无处不在 全能 对吧 就是就是一个秘书 它就是基本上对你非常懂 它才能做一个很好的秘书 对吧 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呢 我倒觉得就是说目前来看啊 Google因为它有海量的用户 它有很多APP 都是高频的海量的用户 那这个时候就是说它一上来 每一个用户可能基本上就已经很多数据 那基于上下文 可以去做很多个性化 对吧 这是我觉得就是说它作为一个语音助手 可能相对OpenAI来说 从目前来看可能更加有优势的一个地方 Google做的事情一方面它自己的产品 你看它不是release一个demo 它是release好几个demo 好几个demo 其实互相也是有些关系 然后你能够看到是一个很宽的一个产品线 这个跟OpenAI比起来 我觉得这是没有科比 就是说这两件事情是没有科比性的 我觉得OpenAI更多的是还是技术往前走 这个产品是怎么样是需要像那个我们玉典这样的同学 去把它产品给做出来 至少我并不觉得OpenAI是一个能够做很多产品的 但是Google开始显示 把自己的muscle把自己的肌肉显示出来了 虽然说就像玉典也说的就是 从demo对吧 从一个展示到一个大家都能够用的一个demo 到一个落地的产品到一个可商业的 我觉得这还有就就每一个都是很长的 但是至少他能够给给大家看出来 我能那么宽的产品线都能够用AI 都能够用generative AI 都能用到gemna的model 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还是很不一样的两个形态 一个是一个大量的产品在往前走 另外一个是技术在往前走 这是我觉得比较明显的这一次看到的不一样的地方 对 我挺同意的 就是如果用几个词来描述OpenAI和微软 和这个Google的发布会的话 我觉得OpenAI就是小而美 就是面对开发者 因为Sam之前也说了 就是希望做Killer App 然后希望AGI能实现 然后对于Google来说 我觉得就是大而全了 因为Google本来就是一个很大的生态 就是说它有自己那么强的操作系统等等 它就是需要把自己的基本盘稳住 然后一点一点做这个AI的一些渗透 那对于OpenAI来讲 其实之前也传出来一些新闻 它是不是需要 它是不是要跟Apple真正去集成 我觉得如果如果集成好的话 那这将是OpenAI 下一步很大的一个发展空间了 我觉得 对 这个也蛮有意思的 就前两天大家不是还发出了照片 是在那个皮柴哥跟Tim Cook 在University Avenue那个Tamarin在吃饭的 然后这两天又再跟OpenAI在谈最后的 这样子的一个商业合作 其实现在也还没有尘埃落定吧 到时候我们可能再邀请大家来再聊一聊 对 我有一个好奇的地方 所以说扎男是苹果 扎男是苹果 对 因为现金太多了 我就是都可以买 我有一个好奇的地方 因为这次OpenAI它的demo上面 其实是有一个部分 是那个男性的工作人 他想说我马上要参加这样的一次demo 然后我觉得很紧张 然后他就有那种呼吸很急促的 这样子一个过程 然后这个AI很快能够来探测到 你的好像很紧张 然后很快能探测它的这个情绪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非常难以训练的 可能得问一下这个之飞 我觉得从技术上 这个东西对Google来说 都不是什么难度 这个我觉得咱们还是得有点基本的信仰 Google我觉得它在技术 这些基本技术点 但它确实由于这个组织效率问题 各种问题对吧 它可能比如说感觉就是一直都在追管 对吧 但其实我觉得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科技的竞争 我认为这个AI是很早期 对吧 肯定是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竞争 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 反而不用太纠结说 谁先第一个做了什么 第二个做了什么 对吧 我觉得反而比较担心的 就是确实Google产品的基因是不够好的 就是比如说你这种情感类的东西 我觉得反而就是它的产品 就跟我们公司也一样 有的时候它选的那个声音 我们工程师选出来的声音 他觉得这个很好 但我作为一个正常员 那一句听了 我就觉得这什么鬼 这个其实很多时候是产品做选择 到底你怎么去 你认为哪个是好哪个是坏 对吧 或者你在这里要不要有情感 对吧 这个是我觉得反而是我比较担心 就是Google它能不能够真的 而且它一定要改掉 我觉得现在Google一个很大问题是 它可能从它发布会的感觉就是 它觉得自己它还是AI的这个C位一样 对吧 但其实在我们的这些外面来看 觉得它就是已经是老二了 就是那种感觉 对吧 所以就说那你作为老二呢 你就得更加开放 然后你在有些事情上 你不能甚至要激进一点 不能太保守 因为它现在如果是老大 它就很保守 它觉得老自己是 对吧 就是要怎么怎么样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反而是我比较担心的 嗯嗯 应该说公平的讲 它们已经改变了很多了 最近一年多 对吧 从XGPD出来以后 Google的文化 或者说Process 各方面已经改变了很多了 但尽管如此 我觉得智飞说的担心 应该还是 还是有很多还在那边 毕竟那个存在难掉头 对就是比如说你看发布会 就是你刚才也讲到 像OpenAI这个发布会了25分钟 搞一个演示 对吧 非常年轻化 非常casual 但是效果很好 但它可能真的就想一天 前一天 然后Google呢 这个就是我们同事高家跟我还玩笑 它特别像一个国企的绘画会 就是每一个部门 每一个部门 对吧 它有无数多的产品 无数的多的这个研发部门 跑上来 每个人讲个10分钟 然后搞个两个半小时 这种东西呢 就是说 从这个发布会的效果来说 我觉得肯定是不前者的 包括你看到那个视频生成 对吧 它前面已经有了这么多名字 有什么VideoPod 有什么Word 有什么Lumi 有什么 它这次又搞了一个新名字 就是其实我是觉得 就是这个是让我觉得特别困惑 对对对 对吧 就是你 就是它那个光那个名字 各种产品模型的名字 可能就二三十个 你看那个OpenAI 就GVT Sora 对吧 就是我们想就是它比较主流的 就是对应这个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呢 都是在表明就是说 这种大公司啊 它由于内部也要平衡 就是因为它为什么搞出这个名字 我明白 可能这个View 又是另外一个团队搞出来的 那必须给它一个名字 不能说它这个也归到什么 以前那个VideoPod 或者说什么Word 这里面去 对吧 我就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Google还是没有觉醒 它还是在按照以前的惯性 在做产品做发布做研发 这个我认为就是说 因为其实我去年我是一支 还是很支持 觉得其实就是说OpenAI的技术领先 这种势能的领先 不会持续那么久 但是现在看起来我觉得就是我确实低估了 这种大公司的这种组织效力啊 包括它内部的反而就是人太多 要平衡各种人的利益啊 对吧 这个确实是 我自己观感下来啊 除了技术产品以外啊 就是从这个组织角度来说 我觉得是承担这样的问题 对 其实还是我刚才那句话 就是我非常同意直飞说的 这些大公司的传达难掉头 这个问题是很大的 但是我还是要给Google一个credit 它其实已经做了很多大大客户的事情 比如说举个例子 Gemney 它本来那个叫Bard 你要让Gemney去取得 当然现在几个月以后大家已经不觉得了 但是刚刚要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谷歌内部其实是一个很难很艰难的决定 为什么要把这个Bard的名字要改成Gemney 对吧 我们都知道Gemney一开始是一个模型的名字 而不是这个childBard的名字 那就是那个demand的老大 他他极力推 然后要把那个Bard的名字改掉 这其实还是让不是属于他部门的人 要去拔印 这件事情本身就不容易 所以说我刚才说的这个观点就是说 Google我觉得已经比一年半前的Google运作 已经要快了很多很多倍了 但是他们可能要再快个十倍 最好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们这个聊一下这个硬件吧 刚刚Howey说从一个晚宴上面回来 然后看到有朋友有Facebook刚刚发布的这个智能眼镜 然后Howey帮我们讲一下你的这个试用感受吧 其实这就是一个朋友 他一个近视眼镜还是有度数的 然后让我稍微玩了一下 你就对着眼镜说给我拍照片 然后我问San Francisco 九金山的最好的餐馆是什么 基本上就给我不错的回答 应该说比我的想象要高 怎么这怎么说呢 就是就像志飞说的 所有的东西你如果是看demo 看大家的东西 其实我们早就到这一天了 但是一个产品能够真正把这些东西 能够放在一个产品里面 我觉得其实已经算不错的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我会觉得硬件这块我还是有点期待的 但是就像我们大家可能都知道 硅谷也有好几个公司都已经在最近的半年左右 对吧发布了一些产品 都是属于一开始大家有一定的期待 但是出来以后大家很多人就觉得 AI也就这么低或者说不怎么低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我想听听自飞你的想法 因为你目前也有智能硬件的部分 也像你刚才说的智能硬件 你也做过一些很广的其他的东西 但最终只留下了智能的手表 那为什么 你觉得那些坑是什么 这些坑里面有多少你觉得是 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 我们那些Generative AI的那些初创公司会碰到的坑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嗯 好的 我觉得可能大概有几个维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吧 第一个就是说硬件跟软件的这个不一样的地方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我们看到在手机上这个演示 那其实它的手机这个硬件本身是非常完善的 它的各种手机这个生态很完善 价格都已经是市场达到了一个平衡点 那其实就是说新型的硬件 可能就是说它什么都不完备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你刚才讲到那个戴着眼镜可以拍照 可以什么听音乐 这个其实2014年的Google Glass就可以 嗯 对吧 但是为啥Google Glass没有成功 当然就是当时AI就是不够 因为它那个可能就是如果就做质量 两个任务它做得很好 但一旦你开始发散的问它各种东西 那它可能就挂了 所以软件本身就是这个确实当时是不行的 所以这个我认为软件本身 不管现在什么状况 未来一两年因为这个多磨碳模型 我认为一定会比较成熟一点 所以呢这个肯定跟当年比 软件的问题我认为是巨大的提升 那硬件问题其实没有解决的 比如说刚才提到这个眼镜对吧 那当时Google Glass眼镜很大的问题是 第一是那个功耗 比如说我因为我当时我2014年我在国内 我是装逼戴着这个Google Glass 整天戴的整天戴的 我有一次我就真的撞过这个柱子 就是戴着戴着 因为你的眼睛老是瞟那个屏幕嘛 结果就撞到柱子上 这是第一个我记忆特别深刻 第二个是我戴着这个眼镜去参加一个会 然后所有人都拍我 这个硬件就是硬件本身 它发热 它的重量 它的功耗 对吧 它的摄像 那当时摄像头摆在什么地方 麦克风摆在什么地方 还有就是戴到后面 就是说你要进入普通用户的话 你这个价格是多少 对吧 就是比如说当时Google眼镜 我记得是1200美金还是多少 就是那是一样 反正上千了 很贵 对对对对 所以你能不能够做到像今天手机 我说的非常完备的硬件软件的体验 以及价格 以及整个质量的可耗性 对吧 因为很多 因为我们以前做了很多硬件很大的问题 是它的质量不稳定 你10万台里面可能就是 只要有1000台 就1%不好 你这个东西就会 网络上全部是骂你的 因为那1000个人 另外99000人都不说你 但是只要有1000个人说你 你就很痛苦 这是硬件 对吧 就是它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这一波AI硬件 要真正变成一个 稍微主流一点的设备 我觉得还是应该有很长的时间 要往下走的 所以这是第一个point 就是产品本身 第二个point就是说 我其实特别好奇 Google也好 Open也好 AI也好 他们未来会怎么做这个生态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做这个AI跟硬件的结合 你可以做至少两种选择 一种就是你做first party device 就是你自己做设备 自己impower自己 比如说刚才 比如说那个Facebook 他做的那个眼镜 对吧 他就只impower自己 他不提供给定三方 第二种呢 你是就是说像安卓一样 我是做生态 我做third party 对吧 就是我把所有的手机厂商 他们都来做这种AI的设备 我主要提供里面的操作系统 以及AI的助手 其实这个东西呢 首先是一个选择 它其实各有优缺点 对吧 因为前者你自己硬件 软件都自己做 好处就是你自己不用跟别人商量 对吧 你这个包括ID设计价格 里面麦克风放在哪里 然后那个芯片用什么 你都会自己决定 对吧 这也是Google为什么要做那个Pixel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要给人家做演示 但是它的坏处就是因为 比如说你做软件的公司 硬件的基因就很差 就是做不好的 比如Google看做硬件 对吧 应该是亏的一大糊涂 OpenAI更就是说 你去做这个硬件的话 我觉得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 对吧 它的基因跟Google没什么区别 本质上 但是你做Sert Party 那就存在就是说 尤其现在这个还有什么成本吧 那手机厂商 你是给手机厂商钱呢 还是手机厂商给你钱呢 这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就是说其实Google 比如说它把它的那个什么 搜索引擎地图放在苹果的手机上 需要给苹果钱的 嗯 那这个前提是 你能够在别的地方能赚到钱 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 OK 我不好本身这个APP 或者这个AI Assistant赚钱 但是呢 我只要装上去了 我能通过广告 或者别的衍生的产品赚到钱 那这个时候我才能形成一个 双方可以合作的生态 那同样的 其实对于OpenAI很大的一个挑战 就是说包括 Apple这次到底会用Google 还是用OpenAI 我是想不通的 因为就说Google可以跟Apple说 我给你钱 你装我个语言助手 我给你多少钱 但OpenAI应该没法这么干 对吧 因为那个量太大了 对吧 因为Google可能每年 本来就给Apple很多钱 因为它有它是全家桶 它还跌的可以赚钱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 未来这个新一代的AI助手 多模态 多模态可能会导致新的商业模式 这个多模态的AI助手 跟硬件这个公司 这个生态关系到底是啥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 还非常不清晰的 我就先说这两点 所以你这两点里面 也第一点就是做硬件坑很多 对吧 就是你说的 如果1万个人 或者10万个人 再有1000个人不爽 就来喷你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我们最近看到的一些硬件公司 它并不看上去 至少从网上的舆论上来讲 看上去并不是那么成功 从某种角度上来讲 也是一个必然的听上去 因为你不管怎么样 总共有一批 一批用户不爽 即使少部分用户不爽 也会 也会来喷你 所以说都会有一丁放大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要去做硬件 本身就是一个比较难度 比较高的一件事情 对吧 这是你的一个观点 另外一个观点就是 怎么去商业能够闭环 Google把它的browser放在 或者说它的搜索引擎 放在苹果上面 那个可以做 是因为Google它有其他地方赚钱 但是我们这个 在Generative AI时代 这个东西怎么玩 除了Google跟苹果以前这个model 可能继续能够work 是不是有新的model 至少你还没看出来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 如果我们要去猜 到底谁的 是Gemni放在苹果上面 还是XGPD放在苹果手机上面 你会猜最终 如果说它要取一家的话 你会猜是Google的Gemni 这个model 放在苹果的手机上面 能不能这么理解 就如果Google足够的觉醒 就应该遏制OpenAI 哪怕就是贴钱 对吧 反正OpenAI肯定亏不起 因为人家10个亿的设备 对吧 一个设备补贴10美金 那就100亿美金了 对吧 还有后面的Inference成本 但就是Google 它是不是真的有这种危机感 说我在这一站上 我一定要遏制它 因为如果在这一站 你让OpenAI的东西 放到了这个Apple的这个Default 这个云术手里面 我觉得Google这个确实就 我真觉得如果它还不意识到这一点 那我真的觉得Google这个公司 就没救了 从此一蹶不振了可能 我想起来一件事情 当年我在VMware的时候 我们犯了一个错误 AWS刚刚起来的时候 其实跑到VMware来说 AWS想用VMware的操作系统 后来我们没有这个觉悟 但是今天的AWS本身就是至少是一个 Tillion Dollar的Valuation 当初我们没有这个觉悟去接受 让AWS去全部用VMware的系统 对 我自己从观察来说 我是觉得Google 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 比如说 Gemini 有个什么Advanced 你还收钱 我就觉得这是有毛病 这是很奇葩的一个决定 你能收几块钱 你应该是给消费者说补贴才对 对吧 包括2B的API 你收钱 有什么好收的 我觉得你都已经成这样了 你还去收钱 成这样 我们可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对吧 这一点我觉得就是你前面说的 就是大公司这一点是很难做的 关于它为什么收钱 虽然说我没有在他们的决策的链里面听到什么 但是从我的角度很清楚 这个答案很清楚 因为最终收钱是谁说 最终收钱是Google Cloud这个部门 Google Cloud跟Demand是两个部门 Google Cloud的TK就是他们的老大 其实是有被这个营收的一个很大的压力的 这里面它也需要有AI的那部分的营收的压力 API要收钱 其他的地方都要能够收钱 因为每个部门都有自己被营收的压力 但是如果是在Google一个看十年五年这个角度 我觉得我是非常同意你的 而且这是老二 如果是老三老四的话可能还要倒贴你 就像这是为什么Meta 对吧 他把他的Lama给开源了 Lama可能老三还到不了 可能到老四 Anthropic可能比他好一点 所以说如果是老三老四的话 那就直接开源了 对吧 而且其实Meta也没有真正的开源 他只是把Weights给开放了 如果说是在下面的 我觉得最好是把Algorithm都开源了 这件事情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的 其实很难去分析 但是我非常同意智飞的一个观点 就是你越是后面的 你要越激进 这是肯定的 对 因为我确实在中国也待了十几年了 从这个竞争角度可能会思考的比较多 我是觉得就是说 Google在这个竞争这个事情上 还是没有那种灵魂思考 或者说这个CEO是不作为的 或者他没有能力去作为 就是从这个 从中国的视角去看 对吧 就是比如说你看Meta 就因为小扎 他是创始人 然后在第一线 所以他反而能做出很多 就是说比较大的一些决定 但是Google这个CEO感觉就是 他就是一个项目经理 就这种感觉 他其实没法去 像你刚才说 那个各个部门之间的利益 那你也可以通过内部去调节 对吧 因为如果说你在这个 比如说刚才苹果那个事情 你再输给了OpenAI 至少从我这样的外面的人 我就觉得Google就已经是 就死了 这公司 对我觉得核心还是Google的体量太大了 而且就是说他自己其实核心业务 并没有受到影响 那OpenAI的毕竟是这个 还是创业公司 还是有这个生存压力 而且其实从最近OpenAI的数据来看 其实他2C端的这个Chat的那个版本 其实他大部分revenue的来源 我看外边的报道 可能他一年大概是两个billion的营收 20亿美金 可能接近80%都是那个paid membership GBT充会员 那这一块其实他最近三个月的数据 用户上并没有增长 基本上也就是1%可能2%的这种增长 但是他流存上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流失的 我看的数据其实流存上是在降的 所以对于OpenAI本身来讲 如何更好地找到第二增长曲线 我觉得也是对他来说蛮重要的 其实你看OpenAI发布的职位来说 因为我们做求职的嘛 我们也专门看一下OpenAI发布的职位 他发布了160多个职位 其实很多都是go to market相关的 包括也有office开到日本 我觉得肯定也想攻坚一些 一些2B的一些企业 对因为日本的这个SARS公司 其实流存率会高一些 对于OpenAI来讲 下一步的增长 就是如何打出第二增长曲线 对他来说也是极其重要的 对是 另外我之前看了一个新闻 其实如果进入苹果的生态的话 其实还是得给苹果不少钱的 比方Google来说 就说这个它成为苹果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搜索引擎 它其实每年给苹果大概18个billion 左右的钱 其实这个对于苹果选择来讲 也是Tim Cook一个很大的考虑因素 而且苹果其实自己在研发on-device的 这种Lashdown model 其实也挺久的 因为它需要考虑privacy等等 相关的原因 所以其实还是就是说 苹果去选择谁 或者以什么样的方式 两边结合 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如果这次苹果没选OpenAI的话 OpenAI也可能自己就开始做硬件了 也谁说不好 那会更惨 那我觉得OpenAI 绝对是在找着一条做事的路 对我们刚刚在还没正式录制之前 我们刚刚也讨论了 其实现在硅谷 或者是我们在说 美国的这些创业者 其实做硬件 其实就是死路一条 没有太多这方面的人员 和能力的储备了 在我看来 在美国这些除了苹果这个公司以外做硬件 2015年以后 基本上就没有一个说能够做一个像手机这种复杂度的好的产品了 因为这个东西它不仅是一个研发 研发不用说了 因为硅谷的这些硬件工程师的效率成本 贵的简直就是难以想象 还有就是整个供应链 比如说你在中国在深圳 那确实是说方圆10公里 你会搞定你整个手机产业链的所有的供应链 但是你在硅谷 对吧 根本就不可能了 很多原器件都没有 所以你的效率是可能是中国的 都不是什么十分之一 我觉得这是几十分之一的这种感觉 对吧 对我挺同意 因为Sam讲的 他两个很大的这个Mission和Vision 就是说第一个就是Killer App 就是说这个ChatGP到后面到底 因为现在已经遇到增长平静了 很明显 那其实我刚才讲95%那个发布会是这样 So另外5%其实宣布了一个 还我觉得还蛮重要的新闻 就是他的GPTS后面会开放给所有免费用户使用 因为之前GPTS只开放给充会员的人使用 那开放的渠道太少了 他显然肯定还是希望用更开放的一个环境 就是说来吸引更多的用户 我觉得这是一块就是Killer App 怎么样能再引发第二波用户大规模的增长 来给他带来更多的revenue 那第二点就是AGI 就这个东西什么时候来 包括GPT5等等 当然Sam在外面说的其实都很好了 因为当这个其实我觉得也不一定百分之百代表内部的一些进展等等 包括训练GPT5的需要的资源等等 包括电力 其实我觉得挑战性还蛮大的 包括它最后release出来是否meet大家的期望 然后以及是否能去从一个demo版本慢慢转变为被大家使用 这个其实还有很长的路我觉得 我觉得今天我们可能看OpenAI跟Google的竞争 或者看OpenAI自己的发展的时候 很多是关注它的什么技术 包括它什么AGI的理想 我觉得这个东西也重要 但是其实我认为最紧急的一个问题 反而是刚才说的这个问题 其实核心就是Chat GPT 是不是一个正确的产品 会员收费跟API收费 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商业模式 我觉得这两个问题是反而是在我看来 可能是决定它生日死的 第一个点就是说这个Chat GPT是不是一个正确的产品 也就是说它是不是真的是用户觉得是有需求 而且愿意持续性的去使用的这种产品形态 对吧 这个从目前这个博越的用户不再增长 我觉得这是让人很担心的 因为你的渗透率还非常低的情况下 在美国我不知道有没有20% 对吧 这个说明你这个产品其实并没有真正进入一个大众的生活圈 对吧 你想当年的无论是Facebook这个社交网站 还是Google的收费以前 肯定不可能说在20%的时候 渗透率的时候就停止增长 对吧 所以这是它是不是一个正确的产品 第二个就是说它这样商业模式 一个就是靠收会员费 一个就是靠API的钱 这两个东西是不是对的商业模式 比如说反面的观点就是说 你看指导我觉得这个会员费的营收可能就是不存在的 因为就是竞争越来越激烈 怎么可能消费者是不会为这种东西付钱的 对吧 因为消费者已经白嫖惯了 所以那个会员费可能不一定的持续 然后API呢 如果说后面的竞争者越来越多 包括一些还有小公司对吧 那只会越来越便宜 甚至可能就是慢慢的就逼近于零 对吧 所以这两个商业模式 目前感觉起来都不太合持续 就是OpenAI能不能够成功 最后就是它能不能在我看起来 这个就是没有任何希望的这两个点 它能不能找到突破点 这是它能不能够成为一个伟大公司 或者说进入到下一个阶段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考验它的能力 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点 就是要看它跟老二老三的差距有多大 因为当如果Anthropic Gemini是紧紧追着 就是OpenAI作为一个公司的valuation也好 value也好 跟它是遥遥领先 那是天壤之别对吧 之所以今天能够收20块钱一个月 就是因为在刚出来的时候被认为是遥遥领先 然后这个到底是不是一个一贯能够做下去 这是一个问题 我觉得你刚才这个分析 其实虽然说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讲 比我想象的可能要极端一点 因为我可能没有觉得有这么糟糕 但是就像你刚才说的 你可能是在中国的一个竞争环境 待了十几年了 这种优患意识会比OpenAI 或者说比很多的矽谷的一些公司要多 这一点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点 这次其实Sam在那个 Owen那个Podcast上面 其实也聊到了好多 大家对他比较 就比较grilling他的这个问题 比较尖锐的问题 其中一个就是 到底开源必源 他们是怎么想的 像Lama 3都出来了 然后其实也是在紧逼 他们的这个GPT4的这个模型的 他们到底从一个non-profit 变成了一个for-profit的公司 你们后一步是怎么走 但当然回答的非常的模糊了 他其实就觉得 这个其实未来就变成了 就模型 可能底层大模型 它就变成了这个infrastructure 可能到最后 还是看上面的什么产品 更加优秀 其实这些都 大家都大差不差 对 所以他可能其实 也是后面会再拼的是 最后怎么样能把正确的产品 刚刚向志飞说的 然后deliver到2C端的 这样的一个人群 然后可能在开源必源上面 他稍微有点避重就轻了 然后回答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然后另外其实他还反复的强调了 是怎么样能够达到 AI智能体的这样的 终极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他们可能这一次说 我们不会发布可能更大的模型 然后所以这次发布了这个4O 然后就是更加智能的 这样子的一个助手 所以也是符合他现在的一个状态 然后他在硬件上面 其实他自己讲 现在没有任何的一个硬件的产品 能够比iPhone做的更好了 对 所以也没有说是太多的去 清楚的会想下一步是怎么样 起码是在这个播客里面 他没有这么透露出来吧 对 是 我其实也可以回顾一下 因为我去年3月来咱们这录了个播客 GP4刚发布的时候 其实如果你回忆这一年的话 至少对开发者来讲 我觉得就是一个词 就是变得更便宜了 比方说GP4之前那个价格 跟现在大概是五六倍的更便宜 然后3.5大概是四倍的更便宜 但你要说他提供的功能上 有没有就是更好 或者是他有没有解锁他更多的能力 就一直以来我们都讲多么time 那这个事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那第二就是说 我觉得在这个新业务上 他的下一步就是说 第二增长曲线在哪里 就是说那SIM自己说 自己要做Killer App 其实我觉得核心还是说 他把自己定位成什么样的公司 你到底是千亿美金级别的 还是万亿美金级别的 对吧 如果满足于是千亿美金级别的 我觉得可能把自己盘子稳住就可以了 但是SIM明显是希望把自己做得更大更强 第二步就是说 我觉得更关键的就是说 那APM的部分 能不能跟更多的企业 跟更多的开发者 能让大家更好地集成到产品里 能更好地用起来 包括各种的信任度等等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部分 您提到这个开源跟必源 我其实特别想分享一个观点 因为我是从一个创业公司的CEO的角度 思考这个问题 就刚才说优犯意识也好 因为中国的这个竞争 搞得我们确实过去做得很痛苦也好 但我觉得确实 我们现在没法判断开源跟必源的终局 但是我自己觉得 如果要用一个这个标题党 我就是觉得留给OpenAI的时间 越来越少 这个是真的 就是说技术的这个迭代的曲线 没有像大家以前想的说 OpenAI能够一路绝成 那当这个它不能够一路绝成的时候 外面的这些所有人都达成了 说要all in AI的共识以后 那社会上的资源 比如说开源上的资源 就会越来越多 这个是一个现状 所以我觉得就是OpenAI在这个模型 哪怕就是全这种技术在模型层面 我认为就是得更加专注 就是因为其实就是说 它以前当年那个什么 搞GBT1搞GBT3 我觉得那个是超牛逼的决策 就是一个创业公司 能够把所有的资源全部去怼 去搞一个GBT3 但是今天我真的 我再去看OpenAI现在这种很多事情 我就觉得它很多都是机会主义 一些惯性动作 比如说搞个GBT3 搞个什么Plugin 这个在我看来就是浪费时间 包括说前一阵子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要做一个搜索的产品 我觉得已经晚了 就是你的很多东西 我觉得科技的创业公司要能够起来 反正我自己创业的体感就是 timing特别重要 它是非常残酷的 就是有些东西就是有时间窗口的 时间窗口一过 你这个东西就会很难很难很难 当然就是OpenAI里面也看不到我们这个头量 我觉得他们Google的危机感也得浓 我觉得OpenAI的危机感也得浓 我们作为吃瓜神动 就希望他们两个竞争的越厉害就越好 人家本来这个礼拜是让你准备 让你感觉有多么惊艳 结果被智飞同学说的留的时间不多了 那是半开玩笑 我觉得我同意智飞说的一点 就是留给OpenAI的时间 并不像他们想象的这么多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合理的 就这么说吧 如果说Google的危机感有足够多 他可以今天宣告把Gemina的开源 Gemina的免费 弄个半年一年一年半 那就OpenAI就没有了 除非OpenAI能够证明自己 能够做某些东西是一路绝成 能够有拉开很大的差距 如果说只是就像昨天 就这个礼拜我们的demo 这个多模态 然后低延迟 你可以说Google的不够多模态 不够多模态 或者说延迟还不一样 你可能去抓一些这些小的细节 或者说并不是很大的细节 但是就像智飞说的 最终你说这里面差多少 可能就是三个月 今天他落后一点 但是三个月以后也又差不多了 在这种情况下面 假设他如果能够大手笔的 去做这些开源开放 开什么东西 那OpenAI留给他的时间已经没有了 好在对OpenAI来讲 他的竞争对手 或者他今天最大的Google还没有觉悟 还没有这么高 我其实想问智飞一个问题 智飞如果你现在是SAM的话 你觉得你需要做哪几个方面的改变 我会辞职 开玩笑 压力太大了 我觉得刚才徐老师早次提醒了我一点 我觉得确实美国这些公司 无论是大公司还是创业公司 没那么竞争驱动 可能我确实在中国搞得太久了 我是觉得如果我是Google 我会这么做 如果我是OpenAI 我会那么做 可能会真的会更加激进的去做竞争的动作 对吧 但是我觉得确实 刚好就是Google也没有那么激进 然后OpenAI也那么激进 反而他们两个也能够互相都还有时间 这是有可能的 我记得过去一年多 跟不少一些中国的朋友 包括有些讨论智飞你也在 都会问一些问题 然后问完问题 我就自己在想 为什么他们要问这些问题 就感觉很多事情是皇帝不急太监急 我不觉得Sam Altman 或者说Google的人在考虑这些问题 但是我就能够明显地感觉到 在中国这个一个竞争环境里面 就觉得这是理所应当要问的 不问这些问题你干嘛 另外一个我觉得 这些公司已经在变化不少了 所以说我觉得也是要动态地看 现在Google已经比一年半前快很多了 那至于说MED 我觉得又是另外一个MED的小渣 他当年 或者说不是说当年过去十几年 其实因为他手上没有一个手机 已经是被Google 被苹果已经是弄得不行了 对吧 虽然说他有一个自己monopoly的东西 但是因为没有自己的手机 其实他做什么事情都很困难 所以他这一次是学好了 他知道这个大模型的意义 至少是一个下一个手机的意义 所以说怎么样他都得进来参与一脚 做不了苹果 至少做一个Android的吧 所以说我觉得他这一次是 那个决心很大 就是来搅局来的 我觉得一年前 不管是Google还是Open AI 可能是主要是Open AI 因为我觉得他们没有想到 他们当时候对开源的 他们是基本上是不屑 或者不care应该说 他们当时候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因为我有那么多卡 几万对吧 以后会有几十万卡 开源的人怎么可能 有那么多资源呢 所以说从他们的角度来讲 开源跟我的距离 不是说今后一年两年 不是说是缩小 而是拉大 这是从他们的角度 但我觉得他们没有想到 像MEDA这种来做开源的 它就不是一个开源开源的了 它是一个Magnisipan 7的一个公司 甚至于我听到的消息是 它甚至于把CPU的数据中心 都在改成CPU中心 它是集一个 这么一个万一级市值的 公司的力量来跟你对抗 然后再把它开源 我不觉得一年前 他们想到这一点 所以说这也是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也是一个忧患意识不足 估计如果是他们 请那个智飞做顾问的话 智飞一年多前 就跟他们说清楚了 这以后会发生什么 但是他们最近一年也是在学习 也有可能经过这么一年多的学习 优惑意识会强很多 会拭目以待 我其实去年 飞哥说AI里面都写过 所以说他们没有定义你的 飞哥说AI 这是最重要的问题 我们持续吃瓜 我觉得徐老师总结也非常的好 我觉得Google还让我特别困惑 或者特别沮丧 就是你说你作为好发者 你为啥不把开源这个事情做到极致 而不是搞一个GEMMA 那个什么名字 对GEMMA 那么小 你以前是靠什么极价的 你忘了吗 对吧 安卓什么TensorFlow 对吧 我真的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真的觉得这个CEO 都应该辞职 我觉得本质上其实还是文化的差别吧 因为其实在美国更多的 其实还是一种创业的文化 就是说大家其实更愿意相信 大的理想 大的梦想 因为OpenAI最早就是 research起家的嘛 是一个非盈利机构 那啥叫research呢 就是不朗欲弄嘛 就是大家相对来说 比较random一些 就是说每个人做 每个人觉得照着 每个人对的方向去走 那突然有一天做出来了 那其实现在我觉得 从文化上 我觉得SAM已经极力在扭转 就是给大家画一个大饼 我觉得research是有 但是肯定也没有这么大 因为核心我觉得 还是美国的整个文化 就包括美国的整个社会 以及美国的投资者 都还是愿意相信 有更大的梦想 那我觉得对中国来说 那毕竟我之前听到 反正开玩笑说 中国的公司要不就做大 要不就做死嘛 因为其实这个整体来讲 竞争压力确实非常非常大 我觉得更像中国创业者的 那就是马斯克了 我觉得我们一直忽略讨论的 一个就是XCN 我们没有 今天也没有时间去聊 这个Gorg的开源的这些东西 对他们其实是第一个开源的 我觉得可能我们得再开一期 来聊这个开源必源 这个更大一些的这个话题了 对谢谢 谢谢今天几位的时间 谢谢志飞 好 谢谢大家 再次恭喜 然后也谢谢玉典 谢谢徐老师这么晚 还跟我们练线 谢谢我们的听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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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我们今天的 What's Next 科技岛知道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和我们留言互动 加入到科技和创新的 下一步讨论中来 另外如果你想支持 我们在播客内容上的 探索和创新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 生动胡同会员计划 详细的加入方式和信息 请查看本期节目的收入 那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